三言两语说奥运,一个视频看全程 巴黎奥运会第六个比赛日结束 下面咱们就来速看今天的比赛盛况 有哪些值得一提的比赛 诞生了哪些万众瞩目的奖牌 郑亲文凌峰世界第一闯入网球女单决赛 出道及巅峰 中国混双组合打入冠军争夺战 随着巴黎奥运比赛日的推进 网球项目逐渐进入最终的巅峰对接 就在奥运第六日 中国军团网球队捷报连传 随着两个项目闯入奥运会决赛 中国网球史注定将在巴黎被改写 在今日开战的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版决赛中 中国选手郑亲文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他首盘6比2轻举对手 第二盘0比4落后的逆境下以7比5完成逆转 最终郑亲文以2比0击败对手 创造了中国运动员首次晋级奥运网球女单决赛的历史 在昨天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郑亲文经过三盘苦战 以2比1淘汰了德国选手科贝尔 这一成绩追平了队史奥运最佳成绩 上一次有中国网球选手晋级奥运女单四强 还得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琳娜 本场他的对手斯瓦泰克不仅世界排名第一 还是一位红土赛场的高手 本赛季以来红土赛场已取得23连胜 此前郑亲文对阵斯瓦泰克六战皆赴 尽管如此 郑亲文不焦不燥 先是抓住斯瓦泰克状态不佳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面对状态回升的世界第一 郑亲文顶住压力 越战越勇 一股作气拿下对手 挺入最终的决赛 紧接着开始的巴黎奥运会网球混双半决赛中 一边站着两天前临时组队的中国组合 王新瑜和张之珍 另一边是荷兰组合舒尔斯和库尔霍夫 是的 大家没有看错 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网球混双项目 出征之际临时组队 正所谓出征的牛犊不怕虎 第一盘 荷兰组合以6比2轻松拿下 观众席上举着荷兰国旗的球迷多次起身庆祝 他们以为舒尔斯和库尔霍夫会一股作气拿下比赛 而王新瑜和张之珍在第二盘破解了对手的得分密码 以6比4扳平大比分 比赛进入抢十大战 最终这对临时搭档以10比4获胜 出道极巅峰 一路为中国网球创造新的历史 拜尔斯利亚军方 二次问鼎女子体操全能冠军 说起出征巴黎奥运的美国代表团中 有一位体育明星绝对正如她的昵称黑珍珠般耀眼 是的 西蒙·拜尔斯 从三年前东京奥运会的全面退赛 到如今巴黎奥运的救赎之旅 这位年仅27岁 却在体操场上已经是绝对的老将 一路走来改写了体操时 树立了自己在竞技体操项目的传奇地位 可以预料 她的名字已经成为卓越和突破自我的代名词 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操赛场 从开创以她名字命名的创新动作到倡导心理健康意识 拜尔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就在今天 她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二块女子体操全能冠军 尽管在第二轮的高低杠出现失误 成绩掉落至第三 然而 这样的局面对拜尔斯来说并不值得一提 她一如既往的振作起来 在平衡目上获得了14.566分 最后一轮自由体操之前 她以0.166分的微弱优势领先 但尽管如此 对于她来说 金牌已经安稳落袋 自由体操是拜尔斯的强项 压轴登场的她再次成为全场最耀眼的那一个 最后毫无疑问的拿到全场最高分 并以总分59.131分摘得金牌 2022年世界全能冠军 巴西选手利贝卡安德拉德拿到银牌 拜尔斯的队友 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冠军苏妮沙里取得第三名 拼与大丰收 与球混双收获金牌与钻戒 乒乓男单进决赛 其余多项中国队会师决赛 奥运第七个比赛日 决出了羽毛球大象中的第一块金牌 混合双打 中国组合郑思维 黄亚琼对阵韩国组合金元昊 郑纳寅 最终中国组合直落两局拿下对手 两局比分是21比8 21比11 这是该组合首次拿到奥运混双金牌 也为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奥运第13金 除此之外 在稍后举行的羽毛球女双版决赛中 中国组合留胜书 谭宁2比0 21比16 21比19 战胜日本强荡 松山难位 志田千阳 顺利晋级决赛 与陈清晨 贾亦凡相遇在决赛 中国队提前锁定金牌和银牌 可喜可贺 另外 在羽毛球赛场万众瞩目之下 又上演了浪漫时刻 在羽毛球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后 冠军成员黄亚琼 在收到金牌走下台时 还有另外一个惊喜等着他 同样是国语成员的刘雨晨 手捧鲜花 在台下等待着他心爱的女人 只见他担心下跪 向黄亚琼求婚 在全球亿万观众的见证下 黄亚琼在同一天收获爱情与荣耀 真的是让人羡慕爆表 接下来咱们说说 更有戏剧性的乒乓球晋级录 曾经十拿九稳的乒乓球男单项目 自中国一号种子选手王楚钦 意外爆冷出局后备受关注 最终樊振东顶住压力 顺利晋级决赛 决赛中将与淘汰王楚钦的 瑞典名将莫雷加的一决高下 回顾樊振东的晋级录 可谓是非常艰辛且压力巨大 首先 樊振东所在的分组 高手云吉 本身就是一套难度极大的试卷 尤其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 遭遇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当所有的晋级希望 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时 难上加难 最终这场比赛战斗到最后一球 现在大比分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力挽狂澜 4比3艰难晋级 相比于乒乓球男单 女单就显得非常从容 一号种子选手孙颖莎 可以说是一路凌风对手 最终与队友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陈梦 再次会师 重现三年前的巅峰对决 这次将会露死水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射击跳水队化身中国军团强心计 纵有高手身边过 金牌始终钻手中 说起巴黎奥运中国队最稳的项目 恐怕不少人会把票投给有梦之队的跳水队 以及进步神速的后起织绣射击队 在第六比赛日 法国巴黎沙托鲁设计中心 男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拉开帷幕 目前该项目的世界记录保持着刘宇坤气定神闲 站上了自己的一号位射击台 剧情发展到利兹第一组五发射击时 一直与刘宇坤齐头并进的挪威选手海格出现重大失误 直接落后了1.2环 这对于射击比赛以0.1环为基准的计分标准来说 是个巨大的差距 最后的结局没有意外 以资格赛第一名晋级决赛的刘宇坤 同样拿下了决赛第一名 在第六比赛日中 中国队还收获了一枚非常宝贵的田径类项目金牌 女子20公里进走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中国军团为数不多的田径类优势项目 曾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下该项目的金牌 本次巴黎奥运会 代表中国队参赛的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杨家裕 同时还有礼乐奥运冠军刘宏以及马镇霞 比赛开始后 杨家裕很快从第一集团脱颖而出 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在了最后 时间来到第七比赛日 中国队在该比赛日的第一枚金牌 来自于跳水梦之队 男子双人三米跳板跳水决赛 中国组合王宗元 龙道一以446.10分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跳水冠军 拿到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12枚金牌 这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贡献的第4枚金牌 同时也是中国跳水队的第51枚奥运金牌 中国梦之队的招牌 恐怕在本次巴黎奥运会后将会更加夯实